各位行政官员 我们请主委 副院长 道委员好 如果从职权上看 好像消保会 没有多大的 没有很 大的这个 拳头 没有很大的很利的 斧头可以面对 社会上的奇奇怪怪的事项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 消保会 是被动的受理 没有那种主动出击的权利 可以这样讲吗 我跟六人报告 因为当年民国八十六年 消保法在制定的时候 它的设计对消保会 按照四十四条的规定 就是它制定政策 然后督导各主管机关来保护消费者 所以它本身并不直接受理任何案件 但是我们还是建立一个系统 有任何案件进来的话 我们会去追踪 让各主管机关把它处理好 你甚至没有管理 只是督导督导而已的 对对 因为这是每一个主管机关 他都要负责保护消费者 不同主管机关都要保护消费者 那行政策小保会 去督导这些单位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在审里面的预算的时候 谁能够谈的范围不多 如果我们真的要说实际督导的话 我们预算比现在可能要增加一百倍才够 人力 现在所有都 所有都散在各主管机关里面 所以你的预算一直没有成长吗 我看你们的预算 我们预算没有成长 对啊 因为我们是督导和政治的执行 不想有作为 不是因为法律上就这样定了 因为法律上定说 消保法第六条规定说 主管机关是各部会 他们在做 然后四条规定说 消保会去督导他们做这些事情 并且离定政策 我想跟你交换一个想法 是 消费者啊 当你做出了这个消费的行为的时候 他们要的第一个是 有没有一个价值感 我付了一百块 有没有拿到一百块的价值 第二 我买到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那一百块的品质 那个品质 所以 这个是建居于买卖双方 但是啊 我们常常讲这个 无间不商嘛 他要为了赚你的钱 反正想尽办法 就是一定要把你口袋 口袋里面的钱要掏出来 那最近我们在省二代健保法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议题 就是到底能不能自费来看病 完全自费 那现在卫生署的态度基本上 当然 医生 可以开自费的诊所 完全自费 不接受健保也可以 但是究竟那个是少数啊 因为所有的医生 几乎都纳入了整个健保体系里面 来进行 这个治疗 这个治疗的工作 我是想 其实我们不应该限制病人 要用自费 哪怕今天是在这个 跟健保局有签约的这个医院里面 当他有能力 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时候 他一样可以自费来 得到更好的服务 或者是更好的品质的药品药材等等 那最近卫生署一直在打这个医疗单位和医疗机构 甚至要求台大的警服门关闭 警服门诊 警服门诊不是警服门 警服门诊 您个人的看法不知道怎么样 我首先跟廖原报告 传统上 这个在其他国家也一样 我们卫生署都不认为医疗是个消费行为 他医疗是医疗行为 不是消费行为 OK 那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看法 我想这一点先跟廖原做个报告 那如果撇开这个消费行为不谈的话 那如果讲自费的话 那这个其实在台湾实务上就有 我个人也了解很多台湾很有名的中医 他完全是不 自费 跟健保没有关系的 他用自费 因为他以他个人的生育 来吸引这个自费的这个病人 那其实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一个健保制度做得好的话 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刚才那个廖原提到这个 我们这样很难界定说什么叫自费 还有一个叫差额补 差额负担这个问题 那其实刚才讲警服门诊 我觉得是介于两者之间了 介于两者之间了 我个人从感情上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容许这个自费 应该容许 感情上是这样子 但是行政院有他的政策 这政策我们要看这个卫生署 他怎么提出他的建议 我同理你的说法 我也赞成警服门诊 应该要继续存在 因为有很多人必须要 这个分秒必争 必须要争取很少的时间 不 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 他你愿多费一点 多费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否则的话将来我们的这个健保啊 如果用这样 我就是通通给你们吃洋醋面了 你不能给我吃牛肉面 变成是这样 他明明有能力要吃牛肉面 这个健保就是不行 你一定给他吃洋醋面 会变成反淘汰的一个制度 要付牛肉面的钱 但是吃洋醋面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有能力的人 他说不定将来健保会负担比较重 而且现在负担又多 这个又将来吃洋醋面 这个秦河一看了 对 我是跟你沟通这个理念了 对 您有机会啊 也把这样的一个想法 在你们这个内部会议的时候抛出 看看反应会是怎么样 我相信多数人是愿意插耳负担的 愿意自己负担的 只要我有能力 我愿意自己负担 我们看警服们也是自己负担比较多一点 这是一个观念的一个沟通 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会变成一种假平等 我全部都给 但是通通给一样的 他明明有能力可以拿更好的 但是你就是给我 我就是给你这个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假平等的一个制度 当然我们很尊敬我们这个卫生署相关的官员 他们在做决策 都希望把所有的这个好的政策制度 然后给予每一个人 不分贵贱 不分评鉴 每个人都一样 但是这个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呢 好像不是背道而驰的 对应该有一些专业的分析了 对 那另外刚刚您提到 医疗不是消费行为 我也同意 但是现在的医疗人员 尤其是医生 动则处罚 当然可能是医病关系 或者是在整个医疗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疏失 但是我们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 您也知道 医生不可能故意 故意就害你 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了 也许有了 但是大部分的医生啊 都是要救你 要治疗你 不可能是故意的给你 入于这个 不好的一个发展 一定是朝好的方向来治疗你 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个 行者或者是民法的时候啊 这个医疗就变成消费行为呢 副院长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的医生啊 动则得救 动则处罚 要不就是要赔偿 他那个还不算算消费行为 他等于是用在国外 就是没有practice嘛 就是执行业务不当了 对 只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这里面当然也牵涉到我们整个司法制度 就是法官他对于这个医疗行为的看法非常重要 他如果只有同样一个条文 适用在各种状况 那当然可能会产生一些医师 所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结果 可能在检官就已经 落于太大的自由心证了 现在 所以你们应该要要求这些检察官 再教育 检察官和法官是吧 对 那行政的立场来讲 我们当然检察官如果说给他做一些医疗方面 尝试着加强训练 对 在陆陆续续都有加这种课程进去 那法官那边我们当然比较有点困难 对 我们不讲法官 我们就讲检察官 应该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社会教育 我们最近一直讲这个法官 脱离这个社会的情感 社会的现实等等这些话题 应该要让他们多多多说再教育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的时候 我们在去年通过 呃 研究 研捐 的那个 那个那个法的时候啊 目的很简单 就是 尽量让这个抽烟的人少 然后也不要有二手烟的这个发生 重要的是维护整 全体国人的一个健康 根据我手上的资料看到呢 自从这个研捐税啊 税法通过以后明显的我们进口的烟量啊 或者是国人所消费消费的这个烟的量啊 明显的减少了大概有一亿一一包 哦 这个这个价值我是不讲的 但是我很明显的下降很明显的下降 呃当然对税收是有点点影响 但是对国人的健康的维护啊 确实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呃 关键的一个角色啊这个法案啊 但是我们最近也同时发现到啊 免税商店 免税商店的烟跟酒的销售量啊 直线上升 哦 直线上升 书记我不要告诉你了 因为你不管这个事 就这个这个状况啊 变成我们一面防毒啊 啊 赌了这个这个进口 但是很多烟酒透过这个免税商店进来 而且我们限制的量还蛮大的 比如说我们香港啊 香港的烟啊 限制进 你在免税店只能买十九支 十九支娘 我们的我们多少支你知道吗 那个院长 我不清楚 两百支 差这么多 你看他用十九支 根本就限制你 就是不要带了 因为你带了也要拆十九支 我就是连一包都买不到 但是台湾是两百支 这个几支几瓶倒不是小事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个现况 很多的这个烟酒 甚至贩售者就透过这个免税商店进来 光是一包烟 听说他就可以省了四十块呢 一瓶酒 省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更精确的数字 因为跟海关要他们都不给 谢谢廖委员提醒 我想我们会去了解一下那个统计数字 在这个法治变更以后 这个免税 duty free部分 它增加量有多少 我们来了解一下 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 OK 我想廖委员提醒这一点非常重要 谢谢 那么所以你拿得到数据吗 你拿得到这个数据 我去试试看 不能试 你是院长 我是副院长 副院长 因为我拿不到 因为这个duty free里面 免税商店的 也是他商业上的行为 那他商业上的一些数字 并不是说 这不是海关可以拿到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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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 我翻过这个免税商店的管理办法 他要求每卖一支交纪录 每卖一支交纪录 而且马上要K到电脑里面 传输到海关 办法是这样规定的 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去执行 你帮我要刚刚要到给我好不好 我来了解一下 不是了解了 要到了 我就会努力了 因为这个跟国民健康有关系的事情 是个好事嘛 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努力一下 我们只是要知道那个状况 到底 拜托了 谢谢 谢谢廖国东委员 谢谢 谢谢